今日的ET各股推介是攜程9961 《經濟日報》投資業華組簡選原因是 受惠國內和出境旅遊需求復甦 今年以來旅遊行業景氣度高漲 其中攜程是跨境供應鏈的建設和中高端客群 令公司在跨境遊復甦方面具有領先優勢 恢復好國同行 公司連續兩季業績超預期 第二季經調整盈利34億人民幣 按年樓規為盈 比2019年同期增加超過1.5倍 雖然內地第二季的國際航空業務客運量 只是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3.7% 但期內攜程出境酒店和機票預訂量 已經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6成以上 高過行業的3.6% 公司國際OTA平台的機票預訂量 按年增加超過1.2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大約1倍 走勢上 麥葵城股價至9月5日公佈業績以來 累積跌了13.4% 昨日收到285.6% 形態正是考驗去年10月延伸以來的下降軌 短期若果首穩282元可以體位入 中秋節和國慶節出由熱到上陽 就是短期的吹發劑 目標先看300元 向下調整5%的話 即是跌穿268元便要減少了 Elle負貫 你想當海豐盛 還真的呢 缺別的散播 我想這個那些 最多一個 往 tunnel 阻礒 看看 很久 s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